今天是5月7号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华江北飞扬市场美版机器的行情报价 这台呢是一个14pro max256g 深空黑色 全新机未激活 今天的拿货价格是5700 如果是128g的话 只需要5100就可以拿到了 紫色的话价格高一点要5800 128g 紫色的话开好卡的 今天拿货是5200 128虽然价格便宜 不过选择的人是比较少的 因为128现在已经不够绝大多数人使用了 金色作为最便宜的一个颜色 今天拿货是5700 128g的话 今天5060就可以搞到 如果对颜色要求不高 自用的话 金色还是比较推荐的 十四pro跟十四pro max差价确实也不大 所以小儿最近就没有介绍十四pro的价格 因为跟pro max就差两三百块钱 没有什么性价比 虽然只差了几百块钱 但是十四pro跟pro max的区别的话 还是挺大的 pro max的续航比十四pro要好很多 而且屏幕又要大很多 使用体验的话 肯定pro max是完胜pro系列的 所以目前来看pro的话就没有入手的必要 美版的十四的话是没有卡槽的 那么美版的十三原生就有卡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十三系列十三pro max128g 今天的话拿货价格是4200 像这台比较极品的充电一次电池100的肯定要相对来说贵一点 因为这台过来的话就是一个新机 只是侧机的时候充电给他激活掉了 这台拿货的话要贵个150块钱 256g的话 今天拿货是4500 其实跟128差价并不大 只有300块左右的差价 所以就性价比方面考虑的话 还是选择大内存的会比较好一点 ok 本期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大家还想看什么进行 可以留在评论区